台北的周小姐,周小姐你好 周小姐 喂,那個周大哥你好 你好你好 我想要講第一件事情是說 我還蠻感謝宇昌案的啦 因為我跟我先生 就是一個國民黨的民進黨嘛 那每次選舉我們都會 吵架 兩個人就是常常會吵架嘛 可是因為宇昌案的話 他只會跟我講一句 國民黨就是爛黨 然後我們現在都有共同的話題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劉玉如的那個 那個弊案那個有沒有 他那個是我覺得說 基本上我們書記的話 我們是會用memo紙 或是用鉛筆這樣 對 我們不可能說會 會這樣子特別去做這種加工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誤導 明顯 我覺得這個在凹架是很沒 真的很沒意思 那第三個是那個 電路會那天有沒有 那個馬英九他一直要把那個 陳水扁跟蔡英文弄在一起嘛 那我覺得說 基本上 我們絕對不會把陳水扁跟蔡英文弄在一起 因為他們太不一樣了 他們是非常非常不一樣 因為一把拗在一起 我們直覺說馬英一直在硬拗 因為他沒有政績 嗯 然後就一直 一直在拗拗拗拗 因為一個執政的他要連任 他一定要講政績 他不是講政策 因為當一個人被騙四年 被騙四年 如果真實可能是自己不知道 可是被騙第二個四年可能是 現在該死啊 那周小姐 對 現在您先生要討什麼人 當然是小英啊 真的嗎 他會轉過來了嗎 對啊 全部 我們全家族都是這樣子 可是你先生說本來是藍的呢 對啊 他現在決定要投綠的嗎 對 而且現在都每天跟我一起看大化新聞 哎呀 那兩個 他每天跟我講說 真的是太爛了 太爛了 這樣子 這樣兩個人感情會更好 對啊 對啊 這真的小英要加油 這小英要加油 好 謝謝 謝謝等一下回來繼續討論 先休息一下